第四集 腳踏七星, 步步生 天上三起, 一月明 你集中精神 如果聽到他叫你的名字 千萬不要回應 超到他, 讓我們早登極樂世界 他們已經知道了 這裡越來越多 在這個地方是最惡的 不過, 佔據了你的身體 是否你的氣場 速度回身 好 十位義獸經過三個月的時間 八大名師的訓練 接受過最驚嚇、最靈異的膽量 靈力和迴向測試 即將要進入淘汰階段 究竟有多少位義獸會被淘汰呢 又有多少位可以留下 在前面, 麻煩每一位 請要幫我簽一份生死作 因為真的要隨時會有危險 要不要緊 好可怕, 抱歉 好可怕 怎麼了? 怎麼了? 有把女生的聲音 好像是為了一輩子 對 因為他們已經在來 馬上拿出我的股蠻桶 更加一大群一起湧過來 不是, 一大樓鼠 好可怕 感覺到裡面有東西要的 真的有東西要 先救他上來 上來吧 他真的有事 好可怕 正式進入淘汰戰 好, 歡迎大家 最後 有線電視家庭觀眾 收睇怪談二獸戰 這次的怪談二獸戰 算是破天方的一個 100%的靈異真人秀 而來到今晚 他們要接受淘汰 好, 我再介紹一次我自己 我就是這次的魔鬼教練 梁思浩 當然有我的女拍檔 就是 惡夢神寶儀 魔鬼教練, 你好 他們由面試到現在 已經接近四個月 來到今晚 他們會進行第一次淘汰 當然有人要離開我們 這麼優秀的怪談攝製造 對, 今晚誰會被淘汰 誰可以留下來 大家很快就可以知道 不過我們一群二獸 經歷了一連串的 考驗和挑戰 他們有人被鬼上身 有人還入人醫院 所以能夠捱到今時今日 他們真是勇氣可嘉 不單止我 我想是假寧觀眾 還有十位二獸 在這短短的三個月 大家都學會了 因為有八大名師 教他們怎樣去保護自己 迴向、靈力、一些測試 其實不單止他們 我想嘉年觀眾 都學會了很多 但無論如何都好 都即將要有人淘汰 是呀 我相信除了保護自己之外 他們現在還知道 怎樣可以跟靈體溝通 不捨得了 寶儀, 你面對了他們三個月 去到這樣 是不是都開始不捨得了 是呀, 個個都不捨得 不捨他們被淘汰 沒有辦法 一定有人離開我們的團隊 我自己說說 這幾個月跟他們 十位二獸的接觸 其實大家看到一些片 有他們來面試 直至到現在 他們每個人都在成長 對靈界的接觸 有些謬誤 他也開始相信 我記得頭頭面試 很多人都說 我不相信這個世界有鬼 但到最後他真的看到 他完全覺得 原來這個世界真的有靈體 你自己看著他們的成長 你覺得有甚麼感覺 我沒有 我自己也看到有鬼 我又看到他們要去接受挑戰 對, 我的心情都很忐忌 有時都很… 這個已經有事 那個又要去 所以我自己也… 有時不知道怎麼好 必須要稱讚 其實寶兒都不停在成長 這四個月來講 他們接受了甚麼挑戰 他們看到那四個月是怎樣 馬上介紹第一位的二獸給大家認識 我試過一次唱一首歌 不知為何 我覺得感覺上是扯到回來的 各位先生, 你好 我感受到他們圍著 我會安靜、穩定 那一首是你的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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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另一個空間 鷹蛇娃娃,請你說出 我們要讓你留下的原因 其實因為我自己的聲線比較獨特 其他人不能做到我的聲線 能夠唱出一些歌曲吸引靈體 而且我自己的形象比較鮮明 我基本上一身打扮 Rolita基本上知道是我 我相信如果透過歌聲 還有其他更多的歌曲 我能夠帶給觀眾更多新奇 更多不同的體驗關於靈界的事物 當然了,到幾個月裡 大家都認識到你,麥欽邪娃娃 我們翻查資料 在這三個月裡 你每次遇到靈體時,都是定格的 我想問你,如果我讓你當主持 你每次定格 你怎樣可以告訴觀眾 你看到什麼 其實當然了,我定格時 那時候除了扣除了鬼上身 那次我是不能夠告訴你 我當時發生了什麼 而之後我能夠告訴你 我是不知道我當時發生了什麼之外 我開始發現,留意到自己也有點轉變 就是那時候 由第一次開始唱那首歌的時候 我是定格,大家都可以看到我的手在抖著 因為我看節目時,我的手在抖著 而且我身體上是呆滯的 開始我也知道自己要破出一個… 好,每個人說我的話都是分半小時的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你 馬上就要介紹下一位的儀秀 我聽到一位女士的聲音 我現在聽到一位女士的聲音 我聽到一位女士的聲音 好像是為了一位聲音 但是很溫柔,沒惡意的 我覺得應該是小青 是小青的聲音 那天是聽到一首聲 拿著 你開始開始迷惱 然後閉上雙眼,不斷唸,不斷唸 聽到左邊有呼吸聲 之後背部有人 好像不斷唸你,不斷唸你 我上次是聽到的,我沒有親眼看到 我想嘗試親眼看到 我們等著見你 我們剛剛問他,有沒有說想跟誰溝通 就已經指出了文字,阿文 阿文… 阿文… 回來 阿文 柯二汶,請你說出我們要讓你落下的原因 經過三個測試 膽量、零力迴向這三個測試 我自己自問,在膽量和零力方面 我是比其他人強強 還有在聽覺方面,我叫摩爾文 證明我的聽覺比其他人強 我可以告訴觀眾 我聽到甚麼,而他們聽不到 還有,我在迴向方面 我想做多一些 我可以適合音質給靈體或其他人的朋友 希望我可以更加做得多一點 我們這幾個月就翻查一直拍的資料 發覺有一次在猛鬼橋 我們叫你開始做測試 而碟仙一直說流流流 留下的文字 我們想叫你留下,為甚麼你沒有留下 其實在微博上也有粉絲跟我說過這個問題 我也可以回答他們 就是留下的文字 我本身有一點害怕的 可以很坦白說是害怕的 但是如果我繼續留在這裡 其實很多觀眾都已經知道 一定會出事 阿民一定會出事 還有甚麼好看 我不如給其他移獸機會 告訴其他觀眾 真有其事 是真的有力線在 或者真的有其他靈體騷擾著我們 首先我要告訴觀眾我們做到甚麼 我們100%的真人數 100%的真人數 就是說一定會有人出事 好了,聽完你的解釋之後 馬上我就要介紹下一位二手 希望你有機會留下 看看下一位二手 從11歲開始就知道自己有陰陽眼 我後期跟媽媽聊過 只知道原來她小時候兩隻眼睛都有 一隻就傳給我 一隻就傳給弟弟 要去買了 頭髮、手、身 控制到 我可以看、可以看 但必要時的用 我的朋友 我不想打開眼睛 其實我不是有興趣見的 我是有興趣知道 想為何我的能力去到哪裡 五位的女兒手 有一位就要進入這個說服裏 有沒有人想試 如果有傷害性的話 我會個人會寒在裡面 快點 雪寶,快點 好 小心 你立即把你搬著,你的動作那麼多 滾眼寶 請你說出我們要讓你留下的原因 很簡單就是本身我有陽眼 可以令我自己看的東西 告訴觀眾 是哪個位置 他們身穿的衣服是男還是女 而且可以令觀眾知道 原來他們都可以看到 你這個問題 剛好我想問的就是 既然你能夠看到 但觀眾看不到 觀眾看不到 要憑你的口說給他們看到 你可以在這個時間 告訴家庭觀眾 你怎樣可以令他們相信看到鬼 很簡單就是本身除了我有陰陽眼之外 其實我在網上亦都公開過 其實我有其他的異能 其實我除了看到之外 是可以聽到和溝通到 其實我可以告訴大家 他們身處為何我會有這個感受 或者其他附近的人會有甚麼感受 為何他們會生存在這個地方 處身在這個位置 好 終於這個世界也有人相信 就是不相信你 但亦有人不相信有鬼 怎可以令他… 我還有十秒的時間給你說 怎可以有一句話 令他相信這個世界真的有鬼 當你遇到的時候 你相信就有了 你不相信的 當你遇到你也沒辦法 好,謝謝怪眼寶 希望你有機會能夠留下 令更多人相信這個世界是有鬼的 好,講述回來之後 其他的異獸都會接受挑戰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 大家看見他,是怪探二獸戰的 剛才有三位二獸都說出了 要讓他們留下的理由 其實剛才看到 就是他們四個月之前 和今天的樣子 大家就發覺 改變很大 那種大就是 他們無論是身體上的靈力 甚至樣貌都很大的改變 馬上看看下一位的介紹 你覺得如果你真的看到你害怕不害怕 如果看到的話 看看他那時候會做些什麼 稍後鬼上身 要是евbb 對 原來漢 復乩 我看歌 擰著 你覺得如果真的看到你害怕不害怕 應該不會很害怕 你說我現在來到這裡 就想和你們對賭 你贏了就要他們現身 而你輸了就會燒溪錢給他們 我很害怕,想不到怎麼說 你很害怕嗎 我說一句,你說一句 你不相信有靈體嗎 你不相信 他那隻是煙,你那隻是甚麼 還有錢可以燒嗎 因為師傅說叫你燒多一陣錢給他們 因為他們現在圍著你 你一定要燒… 你不燒錢,你走不了 他說你不燒錢,你走不了 對 我也感覺到這裡有東西 因為跟他玩卡牌的時候 他在我背後掃過 那麼大,那隻是第一次感覺到 靈界的朋友 對,你走不了 猛鬼橋 請你說出我們要讓你留下來的原因 其實我覺得自己不應該留下來 因為你看我這麼高大 其實我是很小膽 每次出去挑戰靈探的時候 我很多事情都不敢玩、不敢試 所以我覺得自己不應該留下來 你令到我也挺震驚 你這個答案 無論如何都好,猛鬼橋 你也要介紹給家庭觀眾聽 你信不信有蝶仙 或者你告訴家庭觀眾 蝶仙是甚麼 當那次玩蝶仙之後… 糟了,我歪了 繼續說吧,歪了也要繼續說 當那次玩蝶仙之後 我是信有蝶仙的 因為我嘗試推那隻蝶 但是推不動那隻蝶 然後那隻蝶仙是繼續自己在動 所以我相信是有蝶仙這件事 你相信 但為何你令到家庭觀眾都相信 你不是告訴我 你現在跪上身,對吧 好嗎 因為玩的途中 蝶仙是指著 我們有問過一條問題 是誰留下來 因為他指著文字 所以應該會有蝶仙這件事 好了,馬上要介紹下一位的二壽 你rooms想知道 然後找到一條… 你好像 Adventure 那有숙 powers 你不是說什麼 如果我不是說還是肯わか學爽 ochoo 也有 胡基斯下三白眼 很多時候是有意外 大家都聽老人家說過 人命意外的通常是有些鬼跟著你 有鬼跟著你,你就容易見到 是,怕不怕見到鬼? 有點怕的,我想見 我們很多時候用肉眼未必能看得到 所以鬼基本上不是用一個肉眼看到的東西 也可以有機會把他的能量、形狀塞出來 不知道為甚麼,我拍他的照片全部都不塞 如果我自己看到我的鏡頭,沒有鏡頭 直覺都很強,知道何時應該做甚麼 各位冤靈,你們出來吧 我現在要帶你們出來 帶你們出來做迴向,我是胡基斯 他們正在怪我 我幫不了他們 胡基斯,請你說出我們要讓你留下的原因 首先第一,就是我有一定的觀眾緣 有些人,很多觀眾都很喜歡我胡基這個形象 我很肯定知道他們都很想繼續再看我 而且這幾個月來,我都學了很多東西 我的靈力也提升了 我有信心可以帶到更好的節目 給家庭觀眾 還有最後一件,就是我還沒出事 證明我還可以接受更加艱難的挑戰 這件事都是做主持的最優秀的條件 就是夠自信 好,胡基斯 你不停說你有胡仙的身上 其實帶在哪裡?可否給觀眾看看 其實沒有固定的地方 如果有褲袋,就放褲袋 如果沒有的話,我就會放在胸口 放在胸口 其實帶邊也沒所謂的 好的 我想問一個問題 如果你發現人家是假的狐仙師傅 騙人,你怎樣把他踢爆呢 通常假的狐仙師傅 第一,他每樣東西都會收費 因為真正的師傅 都是想大家學習到大家向善 不是每次都會收錢 而且假的狐仙師傅… 這時間就夠了,謝謝胡基斯 馬上看看下一位 二獸的介紹 你很大膽 對 Cherry,你好 我叫你威樂 回來 我感覺到有點… 我感覺到很好的 我的朋友很早已經不在 朋友是自殺死還是甚麼 自殺 全都自殺的 我感覺到真的好像有個親人 寄了在我旁邊 因為我跟他真的很朋友 所以很想跟他們溝通 阿珊 阿珊,出來收藝了 我想見一下你 突然你過世的朋友在你面前 你會跟他說甚麼 我只顧著他 媽媽 為甚麼你要這樣 我們都很想念你 你很害怕他收藝吧 因為我之前也有朋友不在 我真的… 我一旦翻開時,我很害怕他有事 死神浪 請你說出我們要讓你留下來的原因 我連死去的朋友都可以叫上來 其他靈界的話 我也很容易叫他們上來 即是可以叫更多靈體上來 沒錯 這個問題是相當殘忍的問題 對,死神浪 你說很想見到你死的朋友 但假設你死的朋友 已經變成泥鬼 又或者一些很兇的兇鬼 如果有師傅在這裡 你會叫師傅打散你的朋友 還是叫那隻泥鬼,即是你的朋友 上你身 我不會叫師傅去打散他 因為那個始終都是我的朋友 我寧願他上我身 也會當一個人 他上你身上並非當一個人 他會拿到你的身體 不知道是甚麼叫奪舍 即是日後就沒有死神浪 就是你的朋友 我寧願用我的身體 換回一條命回來 用你的身體換回一條命回來 你不擔心你家人會想念你嗎 從此沒有你的世界 那個朋友真的跟我很好朋友 所以我才會這樣做 好,聽起來做你的朋友也挺好 好,接下來要介紹下一位 儀秀給大家認識的就是鬼強 我們這次一輯可能要挑戰者 跟死屍接觸 或者幫他死人化妝 是可以的,是嗎 是,因為我不知道死人 是打開我的桌子 我們只是夾著位置 你這樣說 為何你擔心 你擔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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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丟下我 丟下你 丟下我之後你會… 你可否接受得到 不要…別害怕… 我不是要留在這裡 走開了 有師傅在,我拍攝就會鑽定很多 他都叫我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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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開了 你走開了 鄧威長,速度回身 去 其實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一點都不大膽 因為其實我是不知道死 不要打開叫聲音 不要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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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鬆… 大家先站在一旁 先站在一旁 桂強 請你說出我們要讓你留下的原因 我憑著我拍了這麼多靈異節目 其實我也有很多經驗 因為一直都有很多人一直支持我 其實我憑著這群人支持我 一直捱到現在 我覺得我可以憑著他們 我一樣可以留下 即是你有觀眾的支持 好嗎 好 不可以否認一件事 你相當足夠經驗 因為你比其他九位的二手 更加多的拍攝靈異節目經驗 我想問一下,鬼強 這個問題 你要告訴觀眾 你如何分析大膽和賺命博 其實在我角度看 膽其實每個人都應該會有 看看對於哪一件事 但大膽,如果在靈異節目來算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首先第一步 你一件事也願意去做 這就是大膽的其中一個原因 而賺命博對於我來說 就是當你大膽之後 你知道有危險性的時候 你會懂得卻步 這個動作 就可能知道是賺命博 因為你知道再走一步 你就會有危險 而你再肯去走的話 即是你會拿自己的命去博 但你一直都在賺命博 為何你會這樣覺得我賺命博 我想這個是家庭觀眾 和其他人都感覺 好,廣告回來 其他二手都會繼續出場 當然大部份的二手 都接受了魔鬼教練 和我的提問 其實魔鬼教練是一件事 無論參加甚麼比賽都選美 或者今次我們這個真人show 都會學到一件事 就是他們每一個人都充滿了自信 看看下一個介紹 那自己本身遇到的靈異經驗 可能會比較少 就是因為自己經驗得很少 而且很少去面對 你會怎樣做 如果有一件事 給這些師傅 你真的做得很少 對,那一定有很少 你會員工 不要哭 拆損一點點 這次就說拆損一點點 知道怎樣 以為你會想 邪童,請你說出 我們要讓你留下來的原因 首先,我個人體質 比較容易招惹靈體 就像大家所知 我曾經被兩次被鬼上身 無可否認,之前師傅說得很對 有一次被鬼上身後 鬼門就會開了 很容易會再招惹其他靈體 但之後我會將我這個缺點 變成我的優點 令到可以將我容易 做到靈體這方面 將大家帶入一個 暫身,一個真實的靈體世界 第二,我自己的膽量方面 其實都比較大 因為其實越艱難的挑戰 我自己越想去測試 第三,我自己的口才 我自己也比較好 所以我希望我可以 用我的口才 去形容我自己所感受到的 給電視機旁邊的家庭觀眾聽 好了,因為時間剩下很少 馬上問這個問題 就是你兩次被鬼上身後 就攻擊別人 假設地是別人被鬼上身攻擊你 你怎樣應付 首先,我一定會先離開 因為我覺得防守是最好的攻擊 之後就會叫幫忙 希望在場的師傅或其他 組織的同事、導演 可以幫幫忙,制服他 如果之後真的有機會 跟師傅學了一些法 我就會用那些法 去制止這個被鬼上身的人 如果沒有時間 有時我一定會問 如果你捏死了陳瑜之師傅 又怎樣算 不過現在沒有時間 這個問題留下一次才問你 馬上看看下一個二手的介紹 如果我叫你一個人進去懷疑館 那間房間幫一個先人化妝 買完衣服 可能夠難吧 他嘗試把整個步驟 由洗澡直至死人化妝 其實你是第一個懂得動的人 躺在這床上 我覺得自己比較乾烈感的性格 就不會讓人見到 陳瑜都覺得我好像有東西 我會很害怕 我已經嗆了一聲 聽到嗎? 聽到就聽到 聽到感覺會大一點 不知道為何今次的測試 大家都很沉重的 甚麼事? 甚麼事? 我喝酒 我聽到男人說叫你出去 好恐怖 真的沒試過 真的被他弄得怎樣瘋瘋瘋瘋瘋瘋瘋 但亦曾經被他到身上 亦想嘗試有一點療瘋瘋瘋瘋的感覺 我相信我選擇 你會很辛苦 你很辛苦 你很辛苦 古曼彤 請你說出我們要讓你留下的原因 首先,第一,再由我自己來說 我記得我曾經在電視上說過 我參加這個節目 希望挑戰自己恐懼的底線 第二,作為觀眾 我喜歡看靈異節目的觀眾 也想看一個這麼冷靜的人 如何被靈體嚇到害怕、嚇到驚慌失掃 第三,作為一個靈異節目的主持 除了大膽之外 也要夠冷靜和淡定 我覺得我三個表情都有 這三個表情說得非常好 但我每次見到你遇到靈體後 你都說身體很弱 身體這麼弱的人很難做到主持 我承認有一次是因為 我身體不太舒服,所以真的缺食了 但我可以說 我不是因為靈體而弄得自己這麼弱 是因為自己本身 因為天氣和自己遇到病的問題 而可以影響到 我不覺得自己會因為靈體 或者說這些東西令自己身體弱 而且我知道自己的時辰八字 而且自己的意志非常好 不會被這些陣犯 好,無論是你或其他 都要保持好的身體 才能夠做到一個好的主持 好,馬上看看下一位二獸的介紹 我自己有養股蠻 小青…你把所有靈體帶到我身邊 小青帶了四、五個 然後我馬上拿出我的股蠻筒 更加一大群一起湧過來 但我的感應是大上大落 我小時候都會去墳場玩 阿文好像有點搖著搖著 阿文,你沒事吧 阿文… 阿文… 阿文,回來… 你先幫忙 看著我… 什麼都不怕 如果你能做這些事 就嘗試玩大膽的東西 我覺得可以接受 如果我輸給他 我會把錢都燒掉,還有一招打 不信 不是不認輸嗎? 打 Ryan… Ryan有什麼事? 他湧入鏡子了,阿翔 他湧入鏡子了 鬼仔蛋 請你說出我們要讓你留下的原因 其實因為我本身 完全不怕鬼 甚至我很喜歡他們 希望他們可以與我常在 而且我現在會跟某些師傅 學習風水等 可以令我增強的靈力 令大家可以見得更多的東西 其實家庭的觀眾也知道 我們也知道 你不停帶著一個古曼 就是我們俗稱的鬼仔的身上 而這個鬼仔 假設你覺得你要回答我們 他是好鬼還是壞鬼 我認為一定是好鬼 因為早前有一個師傅在街上見到我 就跟我說 你有古曼在身 你那個是好兒子 你要好好對他 既然是好鬼的話 為何你不讓人超渡了他 要留在這裡的凡間 根據師傅給我的訊息 就是這些鬼仔是半靈半仙 他不僅幫到我 可能幫到我身邊的人 他又可以造福各位 其實是觀眾 大家也聽過十位義獸的介紹 下一節回來 他們十位就要接受淘汰 究竟十個裡面 有哪些人要淘汰呢 當然廣告回來 馬上要進行淘汰 稍後見 歡迎大家繼續回來 怪探義獸戰的現場 我們義獸接受的挑戰 真的相當恐怖和驚險 其實這三個月來講 他們十個義獸都經歷了這麼多事情 但是他們也成為了好朋友 經歷生死之後, 看看他們的友情 我們在那邊 別看著我, 看著我… 先看著我, 先看著我 先看著我們 這樣也想讓觀眾朋友看到我們 因為有多大膽 那一刻你打算慢慢衝下去 不要想不太多事情 先救他 之後是由鬼上身也好 最怕是害怕他自己弄傷自己 他一反開的時候 我很怕他有事 他現在在哪裡 他真的有事 沒事的 你不要亂講 你不要亂講 我看著我, 行, 出去 在這裡 你去找他, 去找他 我找你去走 回來 把手搶出去 你找他去找我找我 快選他去找他 我猜不到他們的一角 在二獸戰的測試中 可以測試到他們什麼呢? 原來他們是一群很有姊妹情 十位男女二獸剛才看片段 他們真的成為了朋友 來到淘汰戰, 他們即將要離開我們 其實在這個時間, 我也很捨不得 但他們怎樣去淘汰, 其實是個方法 就是他們相處了三個月 一定是彼此認識, 亦彼此知道大家的特質 好, 我馬上要說出他們淘汰的第一個步驟 就是男女二獸手上有一塊板和一支筆 他們分別要在男二獸和女二獸 自己選出一個覺得應該要離開這個團隊的人 男二獸就寫一個是男生的二獸 而女二獸就是寫女二獸 好, 在這個十秒時間 他們馬上要寫出究竟他們自己心目中 覺得要淘汰哪一個 不准寫自己 好, 十秒時間馬上開始 一、二、一、二、一、二、一 馬上把板子蓋起來, 不可以讓大家看到 好, 好, 是否還沒寫好 好, 馬上要收拾筆了, 好 好, 好 好, 首先請男二獸把板子給大家看 稍後, 我逐個問, 好 當然就是在這邊的猛鬼橋 請離開 你覺得誰要離開 你寫… 斜童要離開 好, 接著輪到死神樂 你覺得誰要離開 猛鬼橋 好, 摩爾文 你覺得誰要離開 猛鬼橋 鬼仔答 猛鬼橋 斜童, 到你了 猛鬼橋 好, 那… 看得到吧 五位的男二獸 還有決定有四位都是寫猛鬼橋 猛鬼橋, 不好意思 你現在拿上咪高峰 說一說, 你要即將離開的感受 離開我們的團隊 在未來的日子 你不可以再跟我們在一起了 好 參加了這個節目這麼久 去了這麼多次靈探 自己都是很小膽 還有甚麼都不敢玩 所以都覺得自己應該會被導臺 但是認識到這群朋友 覺得很開心 他們都很關心我 還有沒有話要說 好, 到呂二獸了 呂二獸, 我分別叫名字 就請你揭 音情娃娃很不想打開嗎 好 好 但是沒辦法之下 你也要供出 究竟你在呂二獸裡面的 認識了這麼久 哪一個沒有資格留下 馬上揭起這塊板 古曼彤 好, 接著到鬼眼堡 你覺得誰沒有資格留下 這個團隊裡面 我看不清楚你的字 請你自己讀一次 娃娃 音邪娃娃, 好 好, 古曼彤 音邪娃娃就覺得你應該留 你應該離開 但是你會不會寫音邪娃娃呢 馬上揭起這塊板 音邪娃娃, 果然是 好, 到胡基斯了 古曼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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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音邪娃娃 每人兩票 即是說 鬼強 如果你開的是音邪娃娃 音邪娃娃要馬上離開 我們這個團隊 但如果你開的是古曼彤的話 即是說古曼彤就要離開了 現在你們兩個手上 假設他裡面寫的東西 即是說你們事大一個要留下 如果不是的話 我要再告訴你怎樣做 好, 鬼強 好, 麻煩你開你的名單 開吧 音邪娃娃 音邪娃娃 你落下這個麥克風 說說你要離開我們團隊的一個感受 首先, 其實很感謝大家的照顧 給我這次機會 因為我進來的時候 沒有預計會可以來到這麼後 但我也很開心可以離開 因為其實我本身想寫自己的名字 但因為說了不准寫自己的名字 沒辦法 不是我沒有這個意志繼續下去 而是我有時都想過一個離開 即是靈界生活的生活 因為都招惹他們很久 而且也有很多古靈精怪的跟著 我不想影響我家人 還有我自己相信 就算在這裡不見大家 我還有其他途徑也會見到大家 有沒有不捨得我們 我覺得… 也不會的 其實因為我覺得會再見我 這個才是我真正的自己 是一個開心的我 因為每次上來歸探 我都要收起笑容 有時都會辛苦 好, 陰仔娃娃, 猛鬼喬 麻煩你站出來這裡 接受我們的淘汰 雖然很不好意思之下 我也要跟你們兩個說 好嗎 在短短三個月認識你們這麼久 其實你們很努力 這是我自己個人的感受 也都相當大膽去接受每個人的測試 也都令到我們很多無學的同事 都很不捨得你們 雖然現在即將你們兩個要離開 我不僅僅是我, 阿夢, 我們整個團隊 都有點不捨得你們 但是這個世界你要知道 無論是人的世界 或者是鬼的世界 都是有殘忍的一面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們 我聽你們兩個人 在之前簽錄的一些生死狀 我馬上要派給你們 因為你們寫了在我們的測試裡面 你們無論發生什麼意外 都是自願的 當然, 我手上就有你們兩個的生死狀 我就要馬上交給你們 離開的我就會馬上撕爛 好, 麻煩阿夢幫我選出他們兩個的名字 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一件事 接下來的測試 他們留下來的人 就會進行分組測試 而就會分開三組 而三組裡面 接著就會做一些叫死亡雜作 無論是整個東西的設計 無論是怎樣玩法 都要靠他們的團隊 就是一些整組人自己計劃出來 究竟要測試什麼 怎樣拍攝 所有東西都是交給他們 而看上去剩下八個 是分不夠人數的 所以其實有一張復活牌 在我手上 你們兩個人猛鬼橋 欽邪娃娃 你們兩個人其中一個 是可以留下來的 好了, 在這個時間 我們跟嘉年觀眾說 我們其實在做直播的時間 其實我們後面有整個團隊 我經常都說的 就是我們的怪談攝製隊 在嘉年攝製隊 整組人跟他們相處合作之下 他們現在在後面 不停在開會 究竟猛鬼橋和欽邪娃娃 如果誰留下來, 我馬上去問他們 是 你有決定了嗎 為甚麼沒有 好 他在裡面數票數 人數票數 有, 我叫名的, 請你們站出來 其中一個要馬上離開我們現場 我會即場將你們的生死狀 不可能在你們面前撕下 即是跟我們友善 跟我們怪談攝製隊 暫時來說, 再無關係了 在這裡 無論你們誰能夠留下來 誰要離開 我也代表我們攝製隊 多謝你們 我叫名的, 請站出來一步 我叫名的, 陰邪娃娃娃 恭喜你, 你可以留下來 萬鬼橋, 好了 請你, 我要在這裡 把你的生死狀撕好之後 交給你 麻煩你走到前面 把你的生死狀燒掉 多謝你在過往三個月裡 為我們怪談攝製隊出的力, 多謝 他們即將會進行更大的考驗 下一集回來, 大家就會看到 下一集準時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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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火 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